好 不過相比起來 藍營現在到底誰要來選 都還在整合的階段 可是民進黨很快速的 已經來定於一尊了 這是副總統賴清德 他已經確定會代表民進黨 來出戰2024的總統 那我們看到現在也非常的快 已經就敲定了 這個全國進總的位置了 他的全國進總位置 將會設置在北平東路 也就是民進黨總部的旁邊 那這個地點 大家一定不陌生 因為過去總統蔡英文 他的競選總部 都是設在這邊 包含其實陳時中 他當時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也是選在這個位置 也傳出說如果侯友宜 他來出現的話 因為現在看起來 機率也相當的高 當然也會選擇他的本命區 新北來設置總部 不過問題是我們從時間軸 為大家來整理一下 目前國民黨還在這個 整合的階段 也就是第一步 接下來還會經過 可能要有徵招之後 會來提名 再來才是成立進總 或者是到2024看能不能滲血 而目前賴清德已經是先 跑在前面 是已經要設立進總了 另外是現在當然 對民進黨來說 也喊出說國會要單獨的過敗 尤其在新北桃園 也希望說可以靠著賴清德的聲勢 取得不錯的成績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也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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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會